克里米亞那裡烏克蘭那些兵 軍就炸了那條橋 去克里米亞那條橋 這件事是很大的一件事 就變成了這個升級 這場仗是升級了 克里米亞 我一直都說 在俄羅斯人覺得差不多是他神聖不可侵犯 那時候被克魯夫這樣烏射射 就送了給烏克蘭 那時候蘇聯那個國家都沒有所謂 現在都很有所謂 俄羅斯很冷的 他們的人去度假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亞 突然之間你這次說要拿回 當然法律上我們知道誰對誰錯了 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就升級了 升級了 但我都說了很多次了 你現在普京那裡 俄羅斯那裡都輸了 軍身大亂 個個都想走 不是投降 就是逃兵 是吧 在俄羅斯那些年輕人都走 離開 飛機票全埋了 全部人都不敢收 太多人走出來 變成了他沒得打的 根本 他一直在吹說用那些小型核武器 他還沒用而已 他還在準備著 那些核武器是跟我們手機一樣的 有時用了新電池要起動的 那要開始那個過程 它在那裡起動著 在加進燃料下去 那時候 人家那邊就出手了 未必需要美國的 烏克蘭 它搜到很多武器的 在那裡走 又精準 又不需要準備 我們一按鍵就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觸直發 它現在炸了橋了 俄羅斯當然有些反應的 不可以完全沒有反應的 是吧 要阻嚇烏克蘭進入部 戰令整個克里米亞 那它當然是要回擊的 那些普通的回擊 人家就當它沒到的了 那些人不准 那些常規武器 就算它導彈 又不准 經常都射什麼的 人家根本就當作 它又不知道射哪個目標 因為它那套東西不行 它那套 看人家那套東西 那套 無人機 太空那套東西 就不夠美國來 當然了 大家知道有個Starlink 馬斯克那套東西就很瘋了 最近就好像說 有少許問題 馬斯克就有壓力 最近就有很大的壓力 這個是我突然間下一個說的 所以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 現在就走向一個局部性的 地區性的核戰爭 完全有可能 我再三重複了 烏克蘭絕對有核武器 只不過不敢說 你知道了 國際上有核武器人家就對付你了 但是它的能力 核電站也有 廢料也有 技術也有 蘇聯的時代有很多核武器 根本是烏克蘭做的 那幫科學家也有 工程師也有 根本就是幾年前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你看著 如果俄羅斯只要他準備而已 而且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分不出的 分分鐘在俄羅斯境內 包括他的基地裏面 有多少 運了多少的核蘭人呢 我們很清楚 我的朋友在那邊說 根本沒得防防不勝防 兩個人放在一起 那個核蘭是俄羅斯人 兩個人說話 完全分不出的 那就變成了它沒有發射 已經被人出擊 就是等於拔槍 你拔得慢 人家拔得快 人家打得準 你也射出去不准的 所以一旦動 它不能說射去歐洲 只能射去烏克蘭 都被人先下手為強 先發制 這個就是我猜會在那裡發生的事情 在國際輿論上當然會說 你一用核武器 所有北約 當然是瞄準你所有的基地 未必禁制 但是所有北約 包括日本那邊 韓國那邊 全國俄羅斯的所有基地 所有基地 都被人瞄準了 然後你一旦就一起炸毀 這件事是現在在來的 如果幸好 俄羅斯下面拖了普京下來 不要讓它走下去 如果不是呢 整個俄羅斯所有的軍事基地全部毀滅 不需要打的程式的 現在美國那些武器精準度 只是毀滅了你所有軍事基地 不一定是飛彈 導彈基地的 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的 最後呢 就普京 就是美國那裡 你不管它 怎麼樣 總之呢 美國呢 就不讓你普京的那個政權下去 然後最後我講了很多次了 要拿你俄羅斯分開幾份 不可以讓你的能源 控制這麼集中 不讓你集中呢 將來就不可以威脅到全世界的安全 現在你看到多糟糕了 它還在加賣 沙特亞、阿拉伯那樣 你減產 在OPEC那裡 那個石油的那個卡丁 卡丁叫什麼 就是大家控制價錢的那個 總減產 價錢有起 搞到全世界呢 就通火膨脹了 接著呢 就搞到美國要加食 美國要加食 其他的國家全部不掉 變成一個全面的東西來的 剛剛全世界就經歷了那個疫情 已經搞到精疲力倦 錢呢 花了兩年多錢 就沒有什麼收入 所有行業都是 變成了銀行 都乾了糖 你說再搞一些通火膨脹 又這樣那樣 只會雪上加霜 這件事對經濟很大件事 現在西方 知而受的 全部認清楚了 一定要拯救你普京 那你犯了罪 你犯了這麼大的罪 所以那天 他們問我普京的下場如何 我看不出它 它又不會被人抓 我猜它最後就是自殺 自殺 因為不是軍事法庭 坐著的這些人 終身監禁 在烏克蘭做了這麼多 死了十幾萬人 還沒拼命 正式軍隊 烏克蘭只剩下軍隊 差不多一萬多人 接著十幾萬人是平民的 那這筆全部要還的 這些要還的 所以呢 這裡晚上很冷的 所以那邊就緊張了 是吧 當然這邊也很緊張了 你看到韓國 北韓和南韓的飛機在空中 一個12架飛機 一個30架飛機 很容易就出事了 這個又是緊張了 因為那邊 北韓就受俄羅斯指示 另外開闢條戰線 讓你那邊有壓力 他談判的時候可以籌碼好一些 金仔就很窮了 你如果答應給他很多免費的石油 天然氣 這些東西 他就什麼都跟你做了 丟幾個彈彈 把那些飛機上去飛一下 所以俄羅斯威逼你有了 就叫他在那邊搞事 讓美國開出第二條戰場 中共就不用 中共不用 而且搞的 現在搞的20大 誰有空跟他搞這樣的東西 就找金三旁出手 那麼這裡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形勢 即使我俄羅斯那個 實際就是美國對俄羅斯 對不起 那現在反而 大家最有興趣呢 就是覺得這個是Elon Musk 怎麼會提出這兩個方案 這兩個方案呢 一個就是叫烏克蘭不要打了 你就給了一些地 好像克里米亞給了人 然後那四個區就繼續搞那個 聯合國的監製的民頭 就是民頭 現在你想想 烏克蘭人都趕走走 那裡全部是俄羅斯人 那民頭當然輸了 是吧 那你現在 它就完全沒有說到俄羅斯侵略 烏克蘭 那所以呢 這裡被人罵到抽筋 怎麼知道 又搞我說台灣應該是 台灣應該好像香港那樣 一國兩制特區 應該可能條件比香港好一點 是的 這個人真的 就是講到最後呢 你真是拿人家的錢 那把聲音就沒得及了 所以為什麼呢 我真的 我不是站自己 我為什麼今時今日走出來呢 我所有生意馬上不敢變 你有錢 有生意來往的 這個呢 就是被人威脅的 尤其是現在什麼生意 多多少少都跟大陸有關的 例如你去搞什麼 現在用多多少少都能用到大陸的材料 這樣那樣的 Elon Musk那間廠就大件事了 在大陸那間 上海那間廠 那間廠呢 人家的命名就是 就是叫做你有它的 一個線都不用出 全部幫它建好這間廠 8個月就開始出貨了 8個月 而且呢 它出來的那個什麼 那個Tesla 3呢 成本減低了60% Y呢 那個Y model呢 成本減低了一半 大陸全部有材料的 什麼都齊了 馬達 電池 車裡面所有的東西 大陸去那麼多車 那些全部不是問題 電動車簡單過電油車 那這些好 而且不用它出錢了 等它只要賺錢 還了 它要還了 它以為它就冒險大陸的 唉 這就是這個人呢 不懂得跟大陸 不知道大陸的陰性 很不容易 它就算全部送給你都沒有所謂 你那間廠坐在大陸 坐在上海的嘛 我不走的嘛 只不過讓你感覺到這個是你的 而且做得好呢 你當然是賺了錢 你就放回去 確定現在正在做第二期 你又是放在上海 你沒有拿走的 你明白嗎 除非你那間廠 整間東西都搬到美國 或者搬到台灣 或者日本 你永遠都是受它控制 共產黨知道你厲害 那就多點錢了 它那些錢在自己 如果你教它怎麼建那間廠 在那間廠那裡炸炸炸炸炸炸錢 又在上海擴充 在上海擴充 這樣全部都是距離率控制的嘛 沒有吃虧的 那麼Elon asked 不懂的嘛 它都是標準的 當然它是南非人 但是標準的 有加拿大、美國那些長大的那些人 我沒有拿 我還了錢了 現在我每輛車都是賺錢了 它以為是的 你是賺了錢了 你賺多一次你投資回來那裡上海 在那裡確充 因為上海的效率是高 出來的成本是低的 同樣是加三 在上海做的便宜多了60% 你不會給你 比如說100元的 100元成本 在加州做100元成本 在那裡做40元成本 那個Y在那裡做100元 在那裡在上海做50元成本 就賺到它的伏在那裡 所以股票就起得不清楚 還說我上次去到英國 我叫Uber 英國有的Uber 原來全部都是在上海做的 香港的Uber 香港的Tesla也是在上海做的 就是它已經開始供去歐洲的市場 全世界的市場 所以問題是它以為是賺了錢 是的 是廠賺了錢 接著確充 當你真的要拿錢出來的時候 你現在是賺到世界 它現在開始在說話了 變成了它以為幫你說一下不是行動 沒有損失 但是你說完的話 你Elon Musk這麼好名語 你說了的話 但是又不能改口的嘛 你無形中就支持它了 Elon Musk說了一句話 全世界的分量多厲害 他說了一句話 烏克蘭應該跟俄羅斯應該簽個合約了 不是給了哈利米亞人家了 給那四個區就再來個公投這樣說 你這句話很大量的嘛 就是你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工業家 最有錢的工業家 就是今天李嘉誠說的不是隨隨便便的嘛 這句話說的就是台灣的 就是台灣應該變成特區 變成SAR 特別行政區 跟香港這麼大的條件會好些 你說了你就出不回來 以後你就要這樣說下去了 所以這些是不明白的 你跟共產黨做生意 你不可以跟它有任何關係的 任何關係它就一直扔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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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搞你的了 很厲害的 所以為什麼你叫我什麼都做 我有10億 什麼100億美金的器官 從俄羅斯那裡經過蒙古插進去 全部用資料都完了 我就是要斷掉它 現在就變成了叫做 西伯利亞 Power of Siberia II 整個計劃都是我做的 用賣子什麼都做完了 物質之間就放棄了 你如果跟它撞著未來眼去的話 你沒有眼睛一定要幫它說話 那我怎麼還跟香港做事呢 你明白嗎? 當然我生意跟伊朗馬上都可以比 但是是一樣的 道理 你用了別人的錢 雖然你還了 但是你廠還在做的嘛 而且在擴充著 就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整個亞洲的市場 歐洲的市場 都被你去掉了 還有非洲的市場偶爾做的嘛 歐洲的市場一直做不進的嘛 那你就一輩子都要跟它好相遇了 那它就馬上控制了你 真是這樣 共產黨真是厲害 所以這次 過了一天就看到了 看到很明顯它就是迫著 如果它不可以跟共產黨說 如果不合理的話 那它變成它那個什麼 Starlink都下不了去 下不了去大陸 又下不了去所謂香港 人家已經被刪斷了 我汽車就被你撐了 那些你不准了 那些只是主題 老老實說 將來無人駕駛 它的無人駕駛跟另一家公司不一樣 另一家公司的無人駕駛 它就一輛車不碰 那輛車前後左右 它不會碰 那輛是另一輛 但是它就不是 它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它會用衛星 根本每輛車 它都送了軟件給你 讓你多一些電動車 用它的東西 它就變成了 它在上面好像盤棋一樣 它在太空看著盤棋 根本就沒機會被你撐了 你明白嗎? 它不是靠車看 車和車之間 它看了全盤棋 整個城市都看了 整個城市都看了 它都不給你撐了 它上面控制 你明白嗎? 就是等於你 以前我們記得那個時候 啟德機場降落的時候 都不是基士說事 那個塔說事 它叫你怎樣就怎樣 所以以前在啟德機場降落實在很安全 說就說在樓上面的危險 真的是很安全 根本它控制到你 沒有可能出事 因為塔那裡控制 塔那裡當然有很多美的軟件 所以基本上 但是現在它就是慘了 被大陸這樣掛著它 控制了它 變成它說話 都自己不知不覺 就捧大陸說話 是這樣的 香港現在那些人做生意 為什麼不出聲呢? 你以為反共那些人 他們香港實際上很多藍屍反共 不反過我 反共我一半倍都不知道 而且他們真正被大陸說 騙又算了 但是它沒有辦法 它還在那裡做的 你是不是想全部不玩呢? 你是不是想斬斷它? 不行 你們不要以為那些藍屍 我很多觀眾裡面 有些藍屍發了很多信息給我 當然它不敢說話支持我 但是明顯實際上 他們對共產黨爭到入骨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他們仍然在生意冷卻 所以你看看 李嘉誠有個黃台 那些什麼 什麼瓜什麼瓜 連這樣都不敢說 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你沒有自由 你不能和它有來往 你和它有來往 你不能和它有來往 你不可以拿它任何好處 那我可以拿到 像是沒有和它有來往 就是吃飯了 我已說emergence 我本來來講 但是你不能和它這個人 你去拿ala 說實際上 指我們是美國的 有很多人 所以你是美國人 就變成你失去自由 這邊他就買Twitter 鼓勵說可以保護美國人的言論自由 是大陸的 你失去言論自由 真是一件這樣的事 我最明白 因為我自己在做這些事 我以前做生意 我也明白 你失去了什麼自由 他保護人家的言論自由 失去了自己的言論自由 他就不知道 不知道共產黨是這樣的 那些人做生意 他很難看到我們香港 有國安法 我們香港被中共搞死了 被他什麼答應 什麼都破壞了 他沒有時間去搞這些 他每天 你想一下 只是汽車生意 一會兒有衛星生意 一會兒這樣 他們說 你們百足這麼多手 起碼在做十宗生意的嘛 他怎麼可能了解你香港 人權被人破壞 美國他就了解 看到Twitter 拿走了這麼多人的戶口 是吧 就不讓你說話 他就買了Twitter以為 保護你的言論自由 所以自己綁了自己 為了做生意 所以做生意 當然這些和大陸 和你開一間這樣的創作 真的和這次大陸的那些管理經理 和那些工程師好 他可以派最好的工程師 和你氣間狀真是八個月開始出車 而且出車 那些質量很好的 美國好好的 但是工人好嘛 工人聽話又加班 疫情那時候也住在廠裏面 你看到哪裡做得到 美國的工人拿著一杯咖啡 天童 一個上海工人 我不是出銀行銀行銀行 十個美國工人 所以他就成本便宜了 大陸買的那些材料又便宜了 你汽車你怎麼都要學 都要用鋼鐵的 塑膠也要用在裡面 這些東西是走不掉的 裡面有很多汽車輪那些 它各樣東西都便宜了 那些電池呢 大陸也有電池生產 也有馬達 就是那個所謂的泳池 Permanent Magnet 那個馬達裡面用的那個磁鐵呢 大陸最靚的那些 他們叫做泳池 永久都有吸塵 不用靠電的 平時都是吸力大陸 不得了 如果用了那些 你的馬達也可以節省電的 這些東西是大陸最厲害的了 所以說到最後呢 就是他搞定了你 他被習近平和李克強搞定了你 他以為他找了人 實際上他藏在那裡 根本就是傷害了 賺的錢全部都放回給他 然後有些人這樣想 因為我這些節目都沒有經歷過 他呢 他說我不拿錢出來沒所謂 我最重要的是我不斷做大 不斷做大 然後我的股票起 我就不是靠賺了一千拿回家的 我是靠股票升值的 美國人就明白這套東西 就是我們做廠的人就明白 這些真是叫做玩資本市場 他以為是這樣的 但是他今天共產黨叫你跌 你的股票馬上跌下來 現在Elon Musk 譬如他全世界 算是最有錢的了 所謂最有錢就是你的股票最值錢 那間廠是屬於公司的嘛 屬於Tesla公司的嘛 Elon Musk當然是拿著很多股票 股票就升值了 最近跌了30%了 升值了 他以為那些是賺錢的 但是他今天可以給你升 明天可以給你跌 全部共產黨 你不要以為他全都明白了 所以他需要利用你的時候 但是他就很忌諱的 你的衛星 Starlink的衛星對中共很忌諱 非常忌諱 我們年本議會就打算 可以用他的衛星來投票 不用怕 還有五間 這個所謂衛星來搞 大個大移動電話 找衛星來搞五間公司 然後他在稱讚 Microsoft、Google、Amazon 英國也有 歐洲也有 五間公司做一些低軌道的 將來呢 將來呢 全部他們在搶那個市場 因為他們不只是搶手機的市場 搶了你家裡的寬頻的市場 你做了碟 小小的碟 你搶了就不用 家裡不用另外一邊 你變成同樣的寬頻和手機都可以用衛星 那你回去 那個東西回到家裡 你用Wi-Fi 用Wi-Fi的路線 那你就全好有了 是吧 那你就紅樣了 你的手機又是對它 你在家裡就用Wi-Fi 走到街上那裡 那就很多汽車 這件事我最清楚 汽車可以用來做那個所謂的節力 那你那些信號來到汽車那裡的汽車 就是汽車本來變成一個Wi-Fi的路線 那汽車旁邊就全部有信號了 就是它用這些方法 它可以建一個網 所有的網 太空又開了 汽車又是它的中轉站 就是它的信號 它就是汽車多數是露天的 它對著空 那麼汽車那裡 再射進去大廈裡 或者射進去街那裡 那你就搞定了 完全不需要用那些街站 就是現在那些你看到 在街那裡 或者是樓頂那裡 它完全可以不用用 那你記住了它全世界很多它的車 是嗎? 而且它還可以用別的車 所以這些東西 它是整套計劃的 它真的控制全世界的communication 我們以前 我們上海人就知道 communication是交通大行 交通是包括了所有通訊 全部叫做communication 不是只是說說電話 打個email 會互聯網 所以所有communication都是它 飛機上的通訊 我現在經常坐飛機 上網將來最便宜最便宜的 就是Starlink它的衛星對著飛機 飛機上面搞個點 整架飛機就有了WiFi 那現在如果你在美國的話 T-Mobile T-Mobile就可以全部拿手機上去 直接當普通 上去用 做之它就是想保護人家的言論自由 自己沒有了言論自由 我就明白了 所以你不夠共產黨來的 它根本以為它出了數 實際上你就失了你的言論自由 你不是普通人 我也是跟它沒有比 全世界它說話是一億人聽的 那你現在變成要跟共產黨說話 你說了 你說了 到底誰贏了 而且你所謂賺的錢全部現在坐在上海 你每天賺的錢每天都放在上海那裡 越搞越大 你說誰贏了 你有沒有拿走 你拿走才叫做是這樣的 就是你現在在賭場裡面 賺了很多錢 但是你不准離開賭場 你的籌碼還在裡面在運轉 直到你換了錢 離開賭場才叫做賺了錢 如果不是只不過在裡面運 真的是一件這樣的事 還有現在突然之間 我也是聽到他們說的 大陸的微信 原本就有很多限制的 還有在海外那些它封你帳號 突然之間說 昨天說全部都開了 這個很明顯是它裡面的二十大 還有七中全會 他們當然有壓扎的反對派 覺得大佬你這樣 現在實際上是不定的 全部真的靠七中全會裡面會有選舉的 這次真的有選舉 中央委員會選出來的一個政治部委員 政治部委員裡面再選出來的常委 常委裡面可能再選出來 誰是書記 誰是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選舉現在很明顯是在北大海說不怎麼做 就要真的到現場了 接下來這幾天就是發生著了 二十大只不過是公佈的結果 實際就是現在在搞 當然在這邊的人 反習的人 就說怎麼搞的 你不讓我們用微信來說話 你限制了我們 你微信當然是習近平在這裡控制著 網管的權在他手裡面 逼著他開放 如果不然我們通信 我們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通信 你都在那裡按的 但是現在都開放了 就是因為很明顯 所以習近平的權是出了大問題 如果不然我們微信沒有鼓鼓開放了 所有解封 所有以前被人救的那些全部解封 很多海外那些 還有幾十萬個群都解封了 因為他要控制這個言論 過去那幾年都突然之間 昨天發現原來沒有封到 就是裡面說肯定是反對局的人 我們都要有同學 大家之間要有有問題 你不可以封了我們 你就可以用 我們就不可以用 那算是怎樣 那些都是在追求一種公平的競選 笑話真的是笑話來的 那些真的完全是不講規矩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證明現在裡面是沒有定案的 但是也可以證明 習近平在那裡讓步 如果不是微信不會被你開的 在那裡讓步 最後六死隨手 所以我都是堅持我的說法 我最近說習近平希望要開玩笑 那兩年半我有50 現在覺得他只有5% 就是可以繼續掌權 什麼銜頭那些實際是小事的 最重要是你的權有多少 那他的權很明白啦 軍權 黨權 還有他的國家主席 就是那個所謂的外交權 到底他現在剩下多少了 我最近看不出他有什麼外交權 他去參加那些會議 一參加完就走了 根本就不是好 他真的做外交的事情不是很多的 軍隊裡面4分5年 現在大陸的軍隊裡面4分5年 所以我剛才講的分分鐘內戰 你根本你這樣洗錢已經洗到乾頭 你又要搞軍備 又要打台灣 又說要搞軍隊又要追上美國 那你錢要哪裏賺呢 你看到樓市都倒閉了 如果你這麼多錢 你又不是支持樓市 什麼都倒閉 所以軍隊裡面一樣缺水 記住 每樣東西都有可能缺水 所以軍隊裡面下一步 那些朋友說分分鐘就是內戰 完全有可能 現在五個軍區 有兩個出來 自己說我搞得怎麼樣 我不跟你說 你出不了量給我 我的軍隊的武器量都不夠 我就自己說 現在俄羅斯也是的 軍隊失控了 所以連30萬兵都派不出去 要再去剩30萬兵 又去監防 找一些人來做 又去外國 去罪利亞遮兵 俄羅斯就是這樣 已經對軍隊失了控制 所以他有很久不見了 普京有很久不見了 他以為他是控制軍隊 完全根本不聽他說 已經完全整個俄羅斯的軍隊 已經不聽他說 所以他要遮軍 一看就明白了 大哥 你一億多人 為什麼不出30萬人跟你打仗 如果人家真是愛國的話 真的不出了 現在他30萬兵 大家都知道了 要除奸 要鎖人 要拘捕 這樣你徵過30萬兵 那些人快要70萬人 已經離開俄羅斯 那些年輕人死都不跟他打仗 就知道他出了大問題 大陸完全一樣 大陸的重大國那些是獨生子女來的 而且還沒打過仗 根本是差事 俄羅斯那些人不知道多久都沒有打仗 上次打仗是阿富汗 大陸那邊上次打仗是越南 越南那些參加越南打仗那些人 現在個個都是我這樣認定的 老做退休了 哪裏總會跟你打 這幾個國家都關掉了 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看到多方面 現在外國報紙都要拿那些問題 全部都兜出來 沒眼看 真的沒眼看 所以就這樣說 這個微信這個解封 實際上是一件很大事 就是說你所有大陸的人 大家可以穿 至少大家可以交流 交流那些 譬如那些清零 搞出來的問題 接著就支持俄羅斯 花了多少錢 俄羅斯對我們中國怎樣怎樣怎樣 拿到我們多少地 是不是 借了我們多少錢 他這個微信一搞 就趁著這幾天 拿他所有習近平做的壞事 全部讓開了 讓大陸人民又看到 黨員也看到 幹部也看到 這招東西很毒的 就是他的反對派逼他打開這件事 大家要競選你沒理由的 你就控制了通訊 你這些人可以通訊 其他人不可以通訊 那怎麼叫做選舉呢 他就是這件事來的 很大件事的 所以不用武器的那幫人 我告訴你 他那些反對派 那些真是很厲害的人 那些真是中國精英 習近平那幫人根本 跟他那些人 地方官員 還沒見過大場面的 而且還沒經歷過鬥爭 但是那幫老人家 就是習近平以前那些 那個人身經白絕 怎麼鬥爭 怎麼保護自己 怎麼整股人家 打開微信 變成他所有裏面的人 知道的東西 知道的那些壞東西 比我們更多 中國人裏面一有微信通訊 什麼東西都傳了 就是你沒有了那個 微信裏面沒有了那個防火牆 任存 就是我們現在信息可以任存 那你說你習近平今次怎麼辦 你今次開這個 這個七中轉輩 這十大你怎麼辦 就是變成你所有以前做的壞東西 沒得遮嚴 全部和你養開了